1117一案中 被告人张启 战时违背军令 人证物证一应俱全 且自民国二十六年起 便对我军军用设备进行破坏 依照中华民国战时军律 和陆凯空军刑法 进行罪行之确认 罪名之成立 现在休停二十分钟 稍后宣判 你可否活上了 没错 你很多目放不得了 别忘了 打ith 听 nada 我就是这么关系 那个 Bitch 张启 法庭上的情况 你应该很清楚了 暂时违抗军令罪 和破坏军用社会罪 你跑不了 所以呢 一旦罪名成立 就两个字 枪笔 你看看你啊 青年才俊 意表人才 又英勇善战 国之洞凉啊 就这么灰头土脸地死了 不憋屈吗 是这样 之前我答应你的条件 一旧成立 只要你配合我 一会儿再听上 我定会找回你的清白 航空委员会的法庭 航空委员会的法庭 被你操纵于鼓掌之间 又或者说 航空委员会的法庭 能被你这样的人操纵 难怪中国的天空 会被日本人挂纵成这般无疑 我就知道 张队长是人中龙凤凰 一眼就看出我陆某的能力 操纵倒是算不上 但是 我倒是有个好处 若张队长 愿意将五丁甲归还于陆某 陆某定会力推张队长 进入航空委会 你父亲 捐飞机捐公务 是举世公认的爱国富商 你又是个爱国将士 进入航委会 正好一扫重庆那边的 伪迷之风 当然我明白 你一心保疆为徒 但仅靠一个寒光中队 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你要去更高一层 这样才能实施你那套 你要战便作战的重战 陛下 祝贺 那你知不知道 除了你要战便作战之外 我张旗还有一条主张 弹奖洪方 只是宫里不识食物 从不与豺狼做交易 好 你有种 那就交由军阀处置 1117这个案子 案情简单 好判 不过张旗毕竟是空战英雄 若知他与死地 航委会那边恐怕还会再查 这唐世贞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看看这份资料 这个丁幻生 不是韩光中队前任副队长吗 他 他是共产党 这是我花了三年时间查出来的 这个人自民国二十三年起 就潜伏于简桥中央横校 我军队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出动了中央空军 就是这个丁幻生泄露了机密 导致红一方面军总部 顺利逃出沙洲霸 我空军无功而返 还有关注的